兩頌飯一直都被稱為良美陰脈 難怪在逆市變得特別受歡迎 香港兩頌飯關注組還有超過7萬位成員 今次我們就實測3間不同種類的兩頌飯店 Let's go 第一間來到近期人氣極高的荃灣麗園 由打冷店轉型做兩頌飯 兩頌還是三頌飯都是40元而已 重點是有多款海鮮選擇 翌日下著雨我們11點來到 已經有大約十幾個人在等11點半開賣 間店員陸陸陸拿不同菜式出來 例如有魚、蝦、腸腳蟹、蜆等等 也有些鯪魚豆腐、蒸水蛋的家常菜 排到我時剛好就出了薑蔥炒蟹 我都馬上叫了 薑蔥炒蟹很香 而蝦的份量也很多 還有大大塊蟹膏和淡淡蟹肉 吃起來也很有鮮味和鍋氣 士椒炒蟹也有大約十隻左右 吃起來沒有沙子之餘的蟹肉也很肥美 士汁粉絲蒸扇貝就相對迷你一點 只有四至五隻左右 而扇貝肉也有些乾 至於白飯很軟熟 拌汁一起吃好夾 下一間我們實測的就是正宗窮人一物 代文 出名在區區有分店 兩送飯一律25元 三送飯30元 當日送菜款式都多 主要是炒菜、豆腐、咕嚕肉 類加上小菜 既有不少群人 都賺它的煎肉餅高質 和蝦的份量多 今次我們一於叫這兩樣 我要兩送飯 要肉餅和蝦 肉餅有一隻手掌這麼大 而且挺厚 煎到表面焦香 入口薄薄脆 吃起來有些肉碎粒 很有口感 而有不少群人分享 他們叫蝦 會有14隻 今次足足有15隻 蝦小小的 但都OK 味道正常 吃起來有些辣辣的醬油味 而且白飯也有很多 原來荃灣有間泰國餐廳 都轉型做兩送飯 兩送飯33元 三送飯36元 不過食物選擇看起來不多 要肉碎和豬扒 拜拜 拜拜 這個飯盒看起來 整體都比之前那兩間小 豬扒切件五塊 都幾多肉 而椒鹽味都幾重 吃起來的豬肉都很軟 不過可惜就不熱不脆 而炒肉碎份量不算很多 有很重的香料味 但就沒有辣味 不過加了些豆角 吃起來很有口感 都挺適合送飯 但它的白飯就很硬 很乾 加上兩款菜都沒有汁 整個飯盒都有點乾爭爭的感覺 現在香港人經常吃外賣 如果想不到吃什麼 買兩送飯真的不用煩了 以上三間兩送飯店 都是不同風格 不同口味 大家又喜歡哪一種多點呢